大家好,欢迎大家看今天的约翰说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LearnWithJohn 我写了一些关于文语阅读的文章 在那些文章你可以看到 我喜欢用的文语阅读方法 我推荐我学生用什么方法提高文语阅读速度 提高文语阅读学评和那些方法 在今天的视频我只要谈论一个方法 一个手段 很多人都说 看完一正本文语书太难 他们可能尝试过一两次通过文语看书 但是觉得就太难做不到 我也知道 很多时候可能很难 特别是如果阅读学评不是很高的 所以我喜欢用的方法就是 便听便读同样的一本书 所以我如果特别是我在那一门外有阅读学评不太高的话 我会做的就是 我卖了一本书以后 也会买 也会下载同样的那一本书的听力版本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便听便读 比单独的读或者单独的听好 如果你只读一本书 当然也好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 之前没有看到过或者没有听到过的单词 你可能可以插那些单词 或者可能就从那一句话的背景就知道意思是什么 但是很多时候你不会知道它的发言应该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花费很多时间读一门外有 但是你不是花费一样的时间练习听力或者你不经常练习口语的话 你可能会培养一个不太准的发言 所以我觉得便听便读 大部分时候比单独的读好一点 然后为什么不觉得听那么乱语 因为听的话当然也好 但是在我们听 比方说如果我们听一个一本书的听力版本 很多时候除非我们听力学习很高的话 会有很多我们听不懂的单词 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插那些单词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些单词是怎么拼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边听边读比直听好一点 特别在我们学习不是太高的时候 我还是记得我看过的第一本发语书 那就是一个被翻译成发语的 关于一个加拿大的多语人学家的 就是他的自转 那个人叫Steve Kaufman很有意思的人 那一本书也很好看 我那个时候的做法就是我每天学习之前 我大概花费了20到30分钟 边读边听那本书 然后第二天在我吃饭的时候 或者在外面走路的时候 我会花费一样的时间 听我第一天已经听了读过的同样的内容 那就是那20-30分钟 那会给我打脑 再给我打脑一个机会 接触那些那些单词 那些线的单词 所以我记住那些单词的可能性会相对高 OK那就是我今天的意见 如果你觉得这个意见 有道理或者有意思 可以点一个赞 也可以转 把这个视频转给你的朋友 OK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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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